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转第一配的是18寸 这个高配是19寸 这边有它的车名Commander 大指挥官叫Grand Commander 就是把那个大去掉了 很简单粗暴 整个侧面的造型和大指挥官七座版本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仅仅就是七座和五座的区别 好 我们打开后备箱 首先电动尾门是全系标配的 打开之后 后备箱容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因为它是硬生生的拿掉了第三排的两个座椅 所以放座椅的容积全部给了后备箱 官方说这个后备箱容积是1000升 而放到后排座椅之后是1900多升 而且由于没有后排座椅了 所以下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储物的暗格 据说有100多升的容积 所以后备箱确实挺大的事 然后内饰 但是指挥官内饰和大指挥官内饰当然是件模一样 而配置其实也差不太多 我们说得说最低配卖259000%那个车的配置有什么呢 有无耀机中 无耀机启动 真皮的座椅 主副架的12项电动调节 全景的大天窗 这些配置都是全系标配的 还不错 而我这台当然是顶配车型 有什么ACC 座椅加热通风 其实配置都很到位 因为毕竟到了顶配这个配置 整个用料你看都是软的 皮的这个手感确实是不错 好 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前排 我们去看看后排空间 来到后排 首先前排是我的驾驶位置 后排腿部空间大概40尺 头部空间有两个手掌的厚度 正常水平 座椅支持前后的滑动 滑动的幅度非常大 但是因为这是五座车型 你不用考虑后排还坐人的情况 所以一般座椅滑到最后面就行了 后排的配置特别高 刚才说过全系标配的全景天窗 下面两个空调出风口 然后下面还有个类似于 接线版的玩意儿 有一个你看三箱的230伏的电源 一个12伏的点烟器 两个USB和两个Type-C 哇 太强大了 作为加热 以及脑板件都有 侧面手动的作样点 所以作为一个SUV来说的话 这台顶配车型的配置 后排还是非常的不错 其实说过很多次 这个不大指挥官 其实就是大指挥官的五座版本 我自己认为大指挥官的后面两个三排座的空间其实挺小的 不是太实用 所以你买这个车 我自己建议你就买这个五座版本就好了 验车又方便 价格又便宜 后备箱巨大 而且你后期关注老司机APP的真实成交价的话 它一定会出现优惠 各位老司机试车 今天厉害了 我们来试一款又大又新又热门的车 吉普大指挥官 七座的SUV 那重要的事情放前面 我直接来看它好不好用 好 这样 那我看起来 来试一遍 我来试一遍 是不是 没有 化成 进 进 进